除夕一大早 天气又湿又冷 志工开着回收车 来到木器工厂 慈激志工赖银勋 再回收全年无休 除夕照常出车 家人支持是他的后盾 父母都会很乐意赞成我 去做慈激 他们就是出门要小心一点 车开慢一点 位于草屯的南浦环保站 除夕不止如常再回收 还有志工留守 因为有一项重要任务 慈激志工林金国 陈婉于夫妻党 过年每天到环保站值班 家里打扫或年夜菜准备 都不用他们操心 我有两个可爱 又孝顺的媳妇 他们都把家里 要做的家事都承担了 过年资源回收量大 也是帮民众 做环保教育的最佳时机 环保站志工留守 为清静大地无私付出 大爱新闻张国丹 欧阳光辉 南投报道